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偷看股壇思見 我是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蕭茜先生 蕭老闆你好 你好 蕭老闆,今天是年三十 不過觀眾看到我們的節目 都應該是新精頭 不如同大家拜個年 好啊 各位觀眾 新春愉快,新年進步 今年的豬年,原來港股 我看數字,跌了40點 不過原來,今個星期 大家都知道,差不多跌了1100點 即早兩日過年,可能升上幾百點 不過近期大家都知道 大家很關心,我們有一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大家怕疫情也很嚴重 最近大家看新聞,大陸暫時 最新數字,有800多人感染 死亡率也不少 暫時有20多人 是因為這個病,不幸過身 大陸現在又開始有很多風城 這件事,大家都想聽聽 施先生,你怎樣看 其實病毒經常會出現,會轉型 病毒會適應環境,又會對抗藥物 適應寄生體內的變化 我相信這些情況,隨著科學的發達 越來越拆過多 我相信以前都有 不過以前未必能現出 全部當作肺炎 資訊發達,傳得快點 現在交通發達,傳得快點 資訊又傳得快點 病菌又傳得快點 以前一個鎮,有事靠人出城買東西 有時間都未傳出去 現在一傳,乘飛機傳到美國也有 亞洲也有很多國家 我相信,如果發生在四、五十年前 大陸風閉狀況 傳不到出去 現在就傳快了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 警惕 做得謹慎,防禦做得好一點 是有需要的 不過有時候,尺度應該怎樣難裂呢 如果你說,甚麼都未確認的情況下 例如世界衛生組織 暫時未宣佈 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暫時覺得未確認 例如,一下子停頓 全球的交通 全部飛機都沒有飛 傳到其他地方 可能病毒傳染速度慢了 社會的成本亦大了 對其他人的影響亦大了 最近內地 除了武漢之外 還有其他城市 直到我們現在拍攝 今刻,暫時有十個城市 主要是湖北省 十個城市 除了一開始的武漢 赤壁 大家熟悉的城市 現在暫時有十個城市 都是湖北省的城市為主 即是海樂空交通 現在基本上確認 這個病毒可以人傳人 最初以為是野味 現在有些研究 最初可能屬於蝙蝠 最後,蛇吃了蝙蝠 蛇,這時候秋風起山蛇肥 中國人喜歡吃蛇 吃蝙蝠的人始終少 變成吃蛇 可能傳得快一點 最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 會不會傳 現在,基本上確認 人與人之間會傳 究竟是甚麼方式傳 如果你說要親密接觸 好像愛滋病 要親密接觸才會傳 相對傳得慢一點 如果非沒傳播 現在好像口水都已經是 確認了嗎 暫時都是這樣指示 所以大家都肯定戴口罩 如期非沒傳播 你就要戴口罩 因為非沒傳播 比身體接觸更快 所以我認為 小心一點 都要戴口罩 今天香港人應該很有經驗 我看這次快 以前SARS那次 2003年 沒有這麼快 多人戴口罩 我們有個集體記憶 我今天 出去吃午餐 我約莫做統計 個人觀察 迎面而來 有多少戴口罩 差不多五成鬆一點 戴口罩 戴口罩的人都比較多 可能不止 如果乘坐地鐵應該再高一點 因為你困住車廂那些 可能下午吃飯 去吃飯的時候 除了 還未帶回來 上班時可能太多 所以 如果大家重視一點 傳播機會會少一點 香港現在確認只有兩宗 暫時有 第三宗 有些人在觀察 未曾 初初宴 陽性 最後宴 又陰性 如果你說是人傳人 香港人口密集 都可以傳得很快 很多人都說 是否我們應該要更加撤防 參考國內的做法 是否應該要更多的管制 近期市民都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我自己覺得 應該按照實際的資料去判斷 應該怎樣做 不是純粹憑恐懼去決定 政府有時可能會順應民意去做 有些民意覺得 政府可能為照顧一些商界利益 沒有這樣做 我自己覺得 要掌握多些才判斷 比一下子 我們都有兩宗 不如宣佈香港為逆浮吧 或者斷絕 從有病發的地方的交通 因為你可能付出的代價 不止商界 民間都要付出 我自己覺得 暫時都未曾適宜 譬如內地 城市已經不讓他出來 不讓他出來 是比較簡單的 這個地方已經有了 不讓他出來 但是 如果不讓他進來 就會出現 有些地方繞圈又進來 你的圈圈畫得多大 你只是畫湖北省 或是整個環南華中 或是全國 黏著國家計不計 實際執行上要作判斷 我掌握不到資料 我就很難作判斷 不過現在這個情況下 我相信政府 重言比重寬好 雖然代價大一點 但是因為政府本身 被人質疑的機會比較多 做延點會好一點 我記得施先生 其中一個看法就是 這牽涉到集體主義 以及個人主義的取捨 你可以跟觀眾講一講的想法 我剛才開始的時候講 如果在資本主義社會 一般是個人主義為基礎 但資本主義在遇到全染病的時候 都不得不有集體主義的考慮 譬如你一個人染病 本來是個人的事 是否一群有接觸的人 都要送他進入禁閉營 現在也是 那兩個人已經確診 坐在前面後面高鐵乘客 那麼多遠呢 第二波、第三波 用不需要呢 你一發現就立即 捉了你身邊的人 你又出去見過誰 所以這個就是要考慮其他人的權利 我剛才提到 去某些地方 有事你就把我運送進去 我記得以前 有出電影說 在城鎮中發現一些病毒 傳染病毒 傳染症 而且病毒很毒 還未發現有治療方法 一下子被散了出去 全球都受影響 分分鐘病毒傳播得快 醫生、科學家發現治療方法 人類大災難 所以最後決定 全部消滅 幸好我們現在又去到電影的情況 你應不應該這樣做 不殺 害死很多人 殺 他們都是人 他們都有人權 連我都未病或我都未死 你只是怕我傳染 所以這個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取捨的時候 個人的考慮 整體的利益 應該有一個平衡 希望我們不需要 很嚴肅地處理這麼折磨的問題 當然現在大家都暫時 形勢都變得很快 有人甚至說 會否是10級我們之前的SARS 現在我們是否應該這樣 無論是個人 或是在投資上高 是否應該這樣 其實這件事 不僅是一個人自己判斷 要看市場的反應 市場是 因為之前兩天 應該三天前就大跌 第二天反彈 第三天又跌過 隨著疫情惡化跌過 第一下大跌 因為習主席不給他批示 大家要認真處理 大家知道事態嚴重 第二天大家發覺國內的資訊 比以往公開 市態更膽 不過開始又封城 市場又覺得比較差一點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 例如今日先跌 後彈回少許 但今日沒有出現好消息 今日基本上是壞消息 在這麼多壞消息的衝擊下 股價 至少恆指 不再跌 我認為 都是一個苗頭 去反映 這個消息 如果不惡化 來到這個水平 有機會站起來 支持力 會好一點 除非突然宣佈 上海又發現幾百宗 北京又發現幾百宗 深圳也有 香港突然死亡率增加 這樣可能會變化 但這個變化 現在我無法做判斷 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 當然是 整個經濟 整個世界經濟 香港不論外國都拖冷你 但是如果你說 現在大陸採取得比較強硬手段 嚴格一點的手段 疫情如果相對控制 我認為市場 都會在這些水平找到支持位 如果照美國股票也有升有跌 所以我覺得 暫時我未至於 太悲觀 我希望 余逸詩先生你所說的 如果市態 如果不是轉差的話 市底會比較厚 不應該太過分擔心 這段時間 大家可能趁市場 休市開開心心 過年 過年 去家外逛逛逛 不要在市區內逼迫 我們相信香港人 現在都很有集體經驗 處理今次事件 應該比以往進步很多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詩先生 多謝觀眾收看 在此再次祝大家新年恆大運 我們下集再見